从农历鬼卯年之气运已到来 在十二生肖的各方的运势如何呢? 兔年十二生肖运势各有渐长 希望各位都来沾沾浮起 生肖数 受到形态岁的影响 今年数数者的生活和工作都会有一些变动 但只要内心保持相对平和安定 变化也不影响你们今年的好运势 财运 今年有一些幸运之财 意外之财 薪资也会有小小的上涨 但因为形态岁 变动多 可能容易破财 要做好心理准备 事业 文昌即兴到来 在学业和工作上容易事半功倍 取得好成绩 且良好的感情关系 能推动人的事业发展 利贵人运 可升值加薪 感情 红鸾行动 单身者可以把握住机会 但要警惕 今年烂桃花比较多 容易出现三角关系 严重者甚至影响事业 因此 输输者今年一定要在感情上更谨慎 更自律 健康 除了关注自己的健康 还要多关怀家中长辈身体问题 生肖牛 今年属牛者的运势相对平稳 无惊 但很多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 会比较辛苦 今年可以稍微装修下住宅 比如换两件新家具 或者维修坏电器等 以提升家宅运气 财运 今年在投资 合伙做生意时要非常谨慎 很可能因为合伙人出现问题 导致损失钱财 事业 今年属牛者在职场中会遇到不少困难 虽然今年才华横溢 想要在事业上进一步 必须非常努力 跨过开头的困难后 后面就会顺畅很多 感情 管理好个人情绪 不要沉浸在消沉低迷的状态 难以自拔 否则会损耗气韵 多沟通 倾诉 反而能获得新转机 新想法 健康 今年外出容易受到惊吓 不要轻易冒险 也不要总去陌生的地方 生肖湖 刚度过本命年的属湖者 今年运势会变得好一些 但依旧很辛苦 如果身处陌生环境 可能会带来较大的精神压力 注意放平心情 事情都会慢慢解决 财运 今年属湖者的人际关系 和谐顺畅 和气生财 会获得由朋友介绍的生财机会 但是整体财运一般 尤其可能出现破财消灾的情况 不要太在意得失 事业 事业上会有轻微的进步 但整体因为没有急行飞临 因此事业运比较平淡 今年在事业上 做决定要谨慎 不要过于草率 也不要裸辞 需谨防官司是非 感情 今年是拓展交友圈的好事后 有机会认识新领域的新朋友 不过走向亲密关系的机会少 顺其自然就好 健康 今年会有一些小病痛缠身 或是因为压力导致的失眠 可以多做体育锻炼 亲近大自然 能有效提升个人的正面能量 生肖兔 2023年是属兔者的本命年 一番太岁是比较动荡的年份 虽然运势并非一面倒 但可能出现明显变化 所谓太岁当投作 无喜必有货 适合以结婚 天丁 买房等大喜事冲喜 财运 虽然今年整体运势动荡 但有玉堂星照耀 代表金玉满堂 财运不错 可考虑适当投资理财 事业 受到江星 文昌星的影响 今年事业运也很不错 工作能力受到认可与尊重 甚至加薪几率增加 感情 太岁年是感情的关口年 容易动荡 要么结婚 要么分手 要正视感情问题 不要逃避 健康 需要格外关注身体健康 意外受伤的几率增加 做事要仔细 家中备好一些常用外伤药 有备无患 生肖龙 鼠龙者今年有轻微犯太岁 需要特别留心人际关系 以免遭人陷害 做事容易受阻碍 财运 今年不缺钱 但也不要乱花钱 注意量辱为初 尤其不要给刚认识的人 透露太多个人财产情况 否则容易破财 保持低调 等待好的投资机会 逆风翻盘 事业 今年贵人运不错 但注意不要太热情 给别人做中间人 或是帮人排难解忧时 要格外留意 否则容易惹口舌官司 今年也很适合去外地 开拓事业 或是考虑转行 寻求事业上的新突破 感情 今年主要精力集中在搞事业上 可能会错过一些桃花 如果已经有另一半 也要多关心对方 否则容易伤感情 健康 注意肠胃 关节方面的疾病 学会克制情绪 生肖舌 今年对鼠舌者而言 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年份 财运 事业运都会逐渐好起来 可以在这个阶段 学会突破与进取 寻求更好的发展 但家宅运一般 可以考虑搬家或是换家具 多做善事 积攒福责 财运 今年是动中生财的一年 如异地出差 拓展海外市场 还是出国留学 有望有好结果 也可以尝试做一些投资理财 感受新变化 或有额外收获 事业 生肖舌做事 今年抑郁贵人帮扶 事业顺利 领导能力大大增强 对从事文艺创作类工作的人来说 更是会遇到很多大喜事 创作能力也受到业内认可 感情 今年感情运一般 多出门走走 呵护身边亲友的身体和情感 健康 凶兴会带来意外流血事故 尽量少做危险激烈的运动 在外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生肖马 今年破太岁 主要破的是人际关系方面 少说话 多做事 但整体影响不大 天洗星 太阴星 急行高照 事业运 感情运都不错 财运 不要与别人有过多钱财往来 容易因为财务问题陷入纠纷 在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时候 不要过于激进 事业 在职场中 可以得到上司的提拔 有望持续升职加薪 急行高照下 才能和优势得到彻底发挥 会帮助你们在职场中 斩获出色亮眼的好成绩 感情 对于数码的单身男性来说 今年桃花运 姻缘运旺盛 结婚 天丁机会大 但在处理旧感情时 不能拖泥带水 不要对人太热情 否则一伤正缘 健康 年纪大的数码者 要格外注意健康问题 生肖羊 羊和兔是好朋友 因此在属兔的本命年 属羊者今年运势旺盛 不管做什么事 都会急行高照 顺心顺意 财运 今年很不错 能发现很多机会 今年你们非常容易找到 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并赚到第一桶金 事业 三科急行照耀下 今年你们的事业运非常红火 算得上步步高升 并且经常可以破解难题 化险为已 但在处理文件合同时 要谨慎处理细节 以防出错 感情 今年感情运一般 主孤单 可能会和伴侣之间情感变淡 热情冷却 走到分手的境地 要学会坦诚沟通 健康 尽量不要靠近水边 不要一个人下水游泳 以免发生意外 生肖猴 今年属猴者运势出现上升趋势 整体运势变得稳定 家宅运不错 婚恋生活特别稳定 全年都很开心愉悦 财运 财运相对平淡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破财 因此做投资的朋友 一定要保持谨慎 不要太相信所谓的消息 可以通过做善事 或者买自己平时喜欢 又舍不得买的东西 通过破欢喜财来转运 事业 在国印星的影响下 今年是一个事业进步和升值的年份 且有高人的提携和指点 全年工作都相对顺遂 感情 感情运平稳 单身者有机会进入到一份新的感情 非单身者也会和另一半的感情 渐入佳境 人际关系也不错 可以保持松弛的交友态度 健康 今年需格外注意家中男性长辈健康问题 提醒他们定期体检 生肖期 2023年是属鸡者充太岁的一年 今年会遇到很多挑战与变化 不稳定性因素很多 变化不等于磨难 而是可能会比较波折 需要加强心理建设 以不变应万变 只要坚定信心 百折不挠 最终也能冲破障碍 有所收获 财运 今年对财运的追求 不要太过积极 将目标设定的地点 反而更能成事 也不要太贪财 妄想一夜暴富 须之过犹不及的道理 事业 今年有机会升职加薪 但千万不要过分寻求变化 随意辞职 感情 充太岁 会让数鸡者全年处于 动荡不堪的状态中 恋情方面会受到沉重打击 夫妻感情受损 要懂得换位思考 多为恋人着想 健康 平时要保持干净 卫生的生活习惯 以防出现细菌感染 腹泻等小病痛 生肖狗 今年是属狗者和太岁的年份 运势非常两极化 属于集中藏胸 但好在身边会出现很多吉星 属逢凶化集之下 财运 今年财运起伏大 三更穷五更富 所以要做好资产规划 击鼓防击 花钱不要大手大脚 也不要投机取巧 事业 可以主动与身边亲戚朋友寻求合作 可以考虑经营副业 也可以考虑自主创业 感情 今年人际关系表现很不错 一方面能收获很多新的好友 甚至带动事业财运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有机会收获幸福美满的婚恋生活 健康 小心意外事故 遵守交通规则 可能会有小手术 生效捉 今年属住者原则上会变得更加稳定 做事得心应手 但由于凶星来到 容易陷入口舌纠纷 今年做事要更加踏实一点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财运 今年赚的都是辛苦钱 需要努力工作 才可能有收入上的增长 频繁出差 走动也会增加自身运势 事业 今年应酬会比较多 会遇到一些对事业有帮助的朋友 但可能会和女性领导之间有摩擦 需要多沟通磨合 感情 情侣 夫妻之间今年吵架比较多 单身男性遇到的女性 交往对象可能脾气较为火爆 需要多忍耐 健康方面要注意体型管理 注意肠胃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